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31日 星期三 今天 我們要跟大家說一下香港電視 香港電視就是HKTV Mall 這家電視大家都知道 經歷了很多風落 由2012年 梁振英時任的 689 拒絕 發牌照給他做電視 輾轉經過多番的轉型 到最後 就想到一件事 就是做一個網購 我們會詳細說一下 他整個經過 現在 香港電視 終於可以扭規為盈 全年盈利有1.84億 差不多 前一年就虧了2.9億 這次就不派息 而且香港電視也更改他的名字 中文名稱 香港科技探索有限公司 這次我們認為 這家香港電視 是最成功的一家轉型 而且 真真正正做到 香港那種 打不死的精神 而黃維基也真是代表香港 可以說是一個 一種打不死的 拼搏 即使 在搞香港電視 但是政府竟然不發電視 也是因為當時政府 當時政府 換了政府 前朝政府 跟他說 會有牌給他的 他投資 有廠房 又有器材 買了所有東西 把香港的寬頻全部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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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著搞電視 誰知道就糟糕了 人家不發牌給他 基本上當時 大家以為他死定了 好了 終於被極太來 那麼 怎麼說呢 不認輸 打不死 我們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設性留言 通擊五毛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月費贊助 要說一下 香港電視 先說一下他最新的 現在的定位 最新定位是一個網上的地產商 不是簡單的網上超市 香港電視 聞到公司在去年業績爆發 而是公司的決心和執行力 香港電視 提到公司的立反 過了新的林先生 他也知道他當時扔了很多錢進去轉譯 例如 拿了幾億 扔了幾億 買了那套分貨系統 做網購那套分貨系統 他現在 主要是做零售業務 第二就是電子商貿倉儲配送業務 投資了最後一件 包括最後一里送達 倉儲 會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 然後就是技術解決方案 去年宣佈國際端對端電商解決方案 這個Shorter 其實香港電視轉營之後 第一次錄得盈利 但是還沒有派適 當然啦 之前虧的那麼多年錢 是不是要追回一點 行政總裁黃維基就說 董事會慎重考慮這個派適 但是考慮疫情發展具不確定 因此決定暫時不派適 承諾今年成績如果更加好 會製定長遠的派適政策 也相信集團近一年的股價理想 股東也會很滿意 去年四個多升了 十幾元 最高15元 今天就回到業績之後 反而跌了一點 香港電視 去年訂單總商 總商品交易額 GMV 按年升 1.14倍 到59.5億 做生意 營業額 按年增1.04倍 到14億1400萬 其中多媒體廣告收入 以及節目版權收入 是2380萬 反而不是很大 十歲很多 香港電視公佈今年多項數字的目標 今年訂單總商品交易額目標是66至70億 相當於按年增11% 至17.6 多媒體廣告的收入目標是7000萬 主要營運指標方面 香港電視目標今年 配送成本 佔GMV是11.9% 送貨 運輸 物流 分貨 市場推廣 宣傳 以及 O2O的門市經營開支 3.8% 電子商貿營運和支援成本 5.3% 2020年營運表現上 香港電視配送成本比率降3.4% 到11.8% 省下一點 物流的技術 分貨 各方面都成熟了 市場推廣 宣傳 以及O2O的門市經營開支 是降了 2.6% 百分點 到4% 省下很多 電子商貿營運和支援成本 跌3.1% 到5.4% 其實做這些生意 其實是真的要計算的 哪裏省得錢 哪裏省得錢 賺就賺那份 因為很多時候 你的成本高 意味着 那份沒有得錢 你哪裏省得錢 就賺得錢 王惠基說 要你開支比率下跌 不是不可能 但是會以犧牲服務質素為代價 期望港市可以從用戶身上得到好評 他俗指 港市在HKTV 摩平台發現有大型商戶回購產品 流好評作為假留言 然後批評做法不可接受 有些客人在那裏 因為他全部都是代售的 做這些假的數據就覺得很好 令到他比較好賣 即使商戶每個月的銷售銷到了七位數字 即是過百萬 但仍會考慮終止服務 強調服務商 對這個服務商也是嚴格要求 即是造假 有些人在那裏寄賣 不斷找人出來做好評 令到他好像很好賣 他說這個情況他們也不容許 這個信譽很重要 我們想說說黃維基 當年2012年 梁振英上台之初 拒絕發牌給他 香港電視 一度 發起集會 當時有10萬人集會要求發牌給他 黃維基 我們也覺得他 很努力去做 當時投資了很多錢 又買廠房 又買機器 然後又拍電視劇 廖啟智也幫他拍過電視劇 當時HKTV 幫他拍過一部電視劇 好像是選戰 然後 一直以來他也在摸索經營 又拍過網上電視劇 最終他也覺得要做網購 當時 759的林先生跟我們聊過 跟我們吃飯的時候聊過 他也添了很多錢下去 一心要做網購 他看到網購市場很巨大 正如他看到阿里巴巴在大陸可以那麼成功 但是他面對一個最大的困難就是 香港 其實 當年肥佬黎在2000年也搞過蘋果促銷 全香港周圍開網點搞送貨 但是由於香港太方便 香港方便到全世界真的叫做退守可得 垂守可得 衣食住行 方便到不得了 所以 在2000年的時候網購是搞不定的 肥佬黎也虧了很多錢 他再搞的時候 他一定要參考大陸的經驗 送貨 是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送貨其實是虧本的 因為香港人工貴 你如果買一點東西 基本上是虧本的 所以他一定要買一本400元才免費送貨 我們看到現在香港電視 其實真的是靠疫情 可以說是由這個疫情去扶他一把 接下來整個 市場的趨勢會不會因為疫情減退而生意跌呢 我覺得 人們開始慢慢習慣 網上購物 即是不出街可以買東西 如果 買開的話覺得方便 而且又沒有問題 香港人會慢慢做 因為 起碼會節省時間 購物 其實是另一種 是另一種生活態度 去 行超市 或是行百貨公司 基本上 你是會 刺激到很多沒有需求的need 當你逛街的時候 買東西是一時衝動的 很多時候走過看到有趣的 其實可能沒有用 但是你就有機會買 變成超市 百貨公司零售 有一定的生存價值 還有 他們本身的銷售模式 也是根深蒂固 香港人 是行街的生活習慣 短時間內很難大幅改變 但是 其實只有少許改變 香港電視的生存空間已經足夠了 因為香港 畢竟有750萬一個 非常發財的城市 如果在這次的疫症之下 大家超過一年 HKTV Mall做生意做多了 所以它的股價升了幾倍上來 大家都很滿意 不過 現在 我們不是說投資 始終 到了現在 他那個 經營模式 是不是可以繼續進步呢 這個我們可能也要繼續看下去 不過 這次我覺得 黃維基一定要多謝一個人 就是689 因為如果不是他 黃維基已經上街了 搞電視 現在當然是黑米了 當然是很嚴重 本身你沒有創作空間 又被人壓制 錢就一定滑下去了 肯定回不了本 所以 梁振英當時 做壞事 但是 竟然是 救了黃維基一命 而梁振英這個陷家拿 想害人 誰知道害不成 反而被黃維基殺了 一條血路 他也算是燈爆了 這個689 說真的 689 很多東西都很燈爆 他說的話 基本上沒有一樣東西成事 這些人也是 只有一個人說的 完全是亂說的 現在 我們看到黃維基 很多人都說了 其實有些朋友在裏面做的 黃維基根本就不是黃的 假裝黃而已 我們猜不論他是不是真的黃或白紅 起碼他沒有出來 撐極權 說真的 現在 做生意 不出來撐極權 你已經覺得收貨了 因為 很多人 在利益面前 就會去舔 所以 只要不是出來撐極權的 我們也不能夠當他敵人 這件事很重要 統一戰事 我們也要搞的 不要讓共產黨 那種分化我們 我們基本上也要爭取他相同的客源 有機會他不支持共產黨支持我們 革命要成功 一定要得到多人的支持 不是極少數人可以革命成功的 那些就不是革命的 好了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